你下班回家后传了一阵熟悉香气 无奈亚肉放下锅铲 贴心的帮你解开领带 哎呀老公你回来了 先吃饭呢 还是先洗澡 或者你是真的开心呀 家有娇妻 这忙了一天的疲惫感 也荡然无存了 然而你却后退半步 从包里拿出早就写好的情书 郑重递了过去 亚肉同学 请做我的女朋友吧 无奈亚肉有点疑惑 今天是什么特殊日子吗 结婚一周年 不对啊 才过没几天呢 看起来比起昨天的妇女关系 今天她老公难道想体验一下 青涩的感觉 肯定是了 打开情书 上面写着 无奈同学我喜欢你 请跟我交往吧 亚柔认真点头 算了 看你还写了一封情书的份上 姑且答应的表白了 就在此时 人的大海中想起了提示 你上课的时候 经常透过窗户 偷看正在上体育课的亚柔同学 恋爱的第一步 当然是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心意 任务 向对方告白完成 奖励 基础属性点加一 下一个任务 适当的身体接触 能增加好感度 先试着从牵手开始吧 没错 这是一个恋爱攻略系统 但是来的似乎有点晚 高中时 你再办理默默无闻 乌奈亚柔 就是隔壁班的班花 光目万丈 那时的你们还没什么交集 直到上了同一所大学后 两人因为一点小缘分认识 最终经历了些许坎坷 修成了正果 毕业后没多久 两人就结婚了 而现在系统判定的时间节点 貌似还是在五年之前 那就好说了 做饭的时候偷偷坐背后抱住 哎呀我炒菜呢 一会儿去房间里好不好 刚才你不是问我先吃饭 还是先洗澡吗 现在答案有了 一小时后 你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而这会儿系统也发来了提示 任务完成 基础属性点加一 新任务解锁中 系统检测到你十分憧憬 梁公笑笑学姐的丝袜 对你来说 学姐高高在上且孤高 任务 亲手帮大小姐脱下丝袜 用手脱起白膝小脚 然后奖励基础属性点一 未知额度银行卡一 仔细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下 想起来了 这个大小姐是谁 梁公笑笑 是高中时曾经有名的宾美人 还是浩天晋集团 丁丁有名的大小姐 你也承认 年轻时确实满脑子废料 看得到漂亮的女孩结婚 忍不住幻想一下 但现在已经结婚了 什么大小姐 跟我没关系 任务嘛 放着不做就好了 这时 慕奈雅柔穿着浴巾走出 你随后问了一句 雅柔 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 你们公司新来的领导 是不是姓梁公 吹风机的声音有点大 他又问了一句 嗯 老公你在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没听清 你要摇头 哦 没什么 出现头发后 他躺在你怀里 不过眼神上 有点担忧 有些犹豫 那件事不知道 该不该跟老公说 你想看出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老公 等我们再攒点钱 要一个孩子吧 你笑了 嗯 攒够的钱 一定要搬进一个大房子里 给孩子最好的环境 误奈雅而终究 还是没把心事说出来 老公有自己的事业 他不想让你分心 没错 悟奈雅而不是全职太太 他大学毕业后 就进入了浩天静集团旗下 知名的漫画公司 今天下午公司开会 领导曾决定 要调一部分人是不成员 去偏远的北海道分公司 开始工作 说是那边刚建立 急需一股心血血液 他不用猜就知道 人员名单上绝对会有自己 毕竟 在大家都不想去的情况下 能委屈的 就只有他这个职场新人了 眼中 善规司觉悟 大不了辞职 在边境内打工 一样能赚钱赚价 可以想到辞职的艰辛 又落寞低下头 老国这边有终身雇佣的说法 一旦主动辞职 再想找工作会非常困难 你肯定看出来 但没贸人询问 既然老婆怕自己担心 那时候都不知道好了 然后再想办法偷偷解决掉 这套办法 你从恋爱用到结婚 因为想让自己的天使 永远保持笑容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 发现保健身上 居然放了一条胖刺 没错 你是一个保健老师 不对劲 这东西很危险 极有可能是女学生的陷阱 该不会是有人想诬陷我吧 衡量再猜 还是决定先收起来 至少不要让其他 来保健室的同学看到 可惜在准备动手的时候 身后响起了女生 火灵二打了个哈欠 小白 那我胖子干什么 难道 看清来人你送了口气 下次能不能不要睡在保健室里了 火灵二要打了个哈欠 我的胖子就这么明 还没有aaaa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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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一切 你有点紧张 比起五年前 感觉梁公大小姐身上更多了一抹冷艳 气量更强了 她答案道 坐吧 你正经为坐有点紧张 狗屁系统 出什么主意啊 那有人一上来就对撕 动手的啊 这不是变态这什么啊 还是先踏到近乎吧 没准大小姐 看在大家都是一个高中的份上 不吊走雅柔呢 深吸口气 梁公学姐 你可能从来没有在意过 但我跟雅柔都是您高中时代的学弟学妹 经常听她提起你 说到你的时候 她眼睛都在放光的 梁公小小挑一挑眉 直接打断 别叫我学姐 我现在也不是你学姐 小范君 今天来找我 究竟是因为什么事呢 让我猜一猜 好像除了雅柔 也没别的事了吧 拧着头皮 是的 我来找学 课长 只是想问问 人事调动的事情 还有缓和的余地吗 让我紧 期待 忐忑 彷徨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房间内陷入诡异的宁静 梁公小小旋转一下转移 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 心里似乎是在衡量着什么 脚尖晃晃悠悠的 这就是系统 想说品尝了东西嘛 正思考着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最练上扬 不掉走无奈养肉 也不是不可以 这就要看看 梁君你的诚意了 常义二字咬的非常重 再加上 若有若无的打凉 以及被白色包裹中的小脚 轻轻擦过你哭腿 这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脑海上瞬间闪过 妻子的女上司 利用妻子要求杀她的丈夫 为了妻子 丈夫不得不承受 来自女上司的骚扰 等各种内容 小凡先生 你也不希望 她也在被调逃吧 联想到 系统发布的任务 懂了 全都懂了 深吸口气 但大小姐 差异的眼神下 脱下了鞋子 抚摸着乌润脚掌的瞬间 踢一脚踩上来 又惊又怒 你在干什么啊 混蛋 我只是让你帮忙 整理一下文件 谁让你做这种下流的事情 最终虽然这么说着 但当脚掌 她在脸上揉令的时候 大小姐产生了一种 愉悦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特殊 仿佛一个美味的下午 坐在家里的阳台 喝下午茶 品尝美味的点心 带来的极大满足感 你走的狼狈 知道今天算是搞了个大乌龙 出球出大了 却不知道在你离开后 大小姐的情绪 久久不能平静 似乎又回到了 五年前的高中时代 看到那个懦弱 孤独的学弟 内心产生了 像欺负的冲动 学弟很温柔 似乎对谁 都抱以善意的笑容 包括他这个 想让他降为己有 但努力玩弄的变态 啊 真是天真可爱的学弟呢 回头看看 电脑上的画面 上面赫然就是 物奈亚柔的个人简历 以及人事弃动的名单 移动鼠标 将物奈亚柔这个名字滑掉 嘴角挂上了 若有无的笑意 这一次 不会再让你 轻易逃走了学弟